LSU 他们破坏了 另一路 嗨 大家好 我是Terry 随着NBA选秀抽签日的临近 我介绍新秀的视频也会重新多起来 因为在确定了选秀顺序之后 根据不同球队的需求 大致可以掌握到哪些球员可以进入第一轮 甚至是乐透区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球员来自于德国 除了在进攻端技术细腻 符合人们对于欧洲球员的一贯印象 在防守端他的身材和意识也让他潜力十足 他就是来自于密歇根大学的二年级师 France Wagner 今天我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France Wagner 2001年出生在德国的首都柏林 他的哥哥莫里茨是2018年第25岁位的新秀 现效立于奥兰多魔术队 从France四岁开始 他就和哥哥一起在家附近的篮球场打球 还常常斗牛 两人都颇具竞争意识 但因为相差四岁 France总是输球的那个 就哥哥说每次输球后 France都会大发雷霆 还有一次将篮球踢飞 到了France16岁时 他已经有了6尺6寸198公分的身高 为德国联赛的ALBA 国陵篮球队效力 作为一个未成年 在与一众成年人的竞争中 France替补出场 场均打12.4分钟 可以拿到4.6分 还在19年总决赛第二场 六头全中 砍下全队最高的14分 他也获得了18-19赛季 德国联赛最佳年轻球员奖 在国际赛场上 France从17年到19年 都代表德国青年队出战非法世界杯 19年场均可以拿到13分4.8篮板 2019年7月 他放弃了签约德国联赛球队的机会 而选择加盟了美国D1强校密歇根大学 在前密歇根五虎 朱万霍华德手下打球 他解释道 我真的不看重金钱 进入美国大学 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美国篮球文化 此时虽然France没有在美国高中打过球 但247体育和Ribos 依然为他挂上了四星的评级 France在加入密歇根的第一个赛季 由于手伤错过了六周的比赛 在2019年11月27日才迎来了首秀 出战23分中 砍下6分 三篮板一封盖 而在几天后 12月6日 对这爱荷华大学的比赛中 单场拿到18分打出状态 大一赛季场均可以拿到11.6分 5.6篮板 外加一助攻 到了France的大二赛季 进攻端他将场均数据提升至12.5分 6.5篮板三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7.7% 3分9命中率为34.3% 在防守端还被教练安排兵防对手的箭头人物 身高69寸205公分的他 在小前锋的位置上优势明显 场均贡献一封盖1.3抢断 他率领球队靠着23胜5负的战绩 杀入疯狂三越精英八强 虽然在八进四比赛中 France表现失常 石头井一重 拿到了4分 球队也以2分吸败于UCLA 但他整齐在攻防两端的潜力 还是被球探看在了眼里 选秀网站为France的体型打9分 领导力 投篮 即战力 控球 传球和潜力打8分 运动能力 防守和韧性也有6分 认为他6尺9寸的身高 外加7尺2寸的臂展 在小前锋得分后备的位置 优势明显 不仅有很强的冲框投篮能力 进攻IQ很高 擅长打 挡拆得分和助攻 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也非常不错 而劣势则是爆发力一般 脚步比较慢 虽然足以应付大学等级的比赛 但不确定进入NBA层级 是否可以适应 其次是 虽然投篮技术和射程都达标 但稳定性需要加强 他的选秀模板为海武德和小邓利维 在几个选秀预测网站上 皇子都能进入第一轮中段甚至乐透区 其实也可以想象 他这种极具3D属性的现代前锋 而且有年龄优势 在选球大会上很难调出第一轮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